唾液 俗称口水 那在中医里面还被称为金叶 被认为是人体十分宝贵的液体营养物质 中医向来十分重视金叶的保养 自古就由金叶来人质精气所化 认为经常吞咽唾液 可以乳孕 孔窍 和皮健胃 滋养五脏 华丽关节 补益脑髓 达到炎炎异瘦的作用 因此在中医养生保健十发中 就由吞筋一发 这里教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养生方法 吞唾液 唾液具有消化作用 口水中所含有大量的淀粉酶 它能够把淀粉水解为脉牙糖 实质一倍吸收 第二 它具有抗衰的作用 口水中还有一种能够使人保持年轻的 唾液 腮线激素 能使人聪明 齿尖 肌强 这样即使人的老年也会红光满面 不减青春活力 我们平时可以逆时针和顺时针的转动舌头 这样嘴里面就能够瞬间充满唾液 然后把它慢慢的再咽下去 那经常的咽唾液对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 可以帮助我们补肾润筋 有利于身体健康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